我們今天跟空府的特別節目三大組隊 空府這個公開組織的紀念已經成了屬性 所以說我感覺這也不是我們公開電視台的結論 這是我們政府的結論 這是我們政府的結論則有旁貸 不是公事則有旁貸 我的感覺應該是政府 政府要接受那些事件 要聽到我們地方的聲音、我們的需要 並且他們公開來承擔 這是我們地方的百姓的傳媒 所有共同的期待 如果這樣堅持這個節目 這樣比較有意義 不要讓我們感覺 我們代謝川的傳媒 總是在地消費 感覺很無奈、很無奈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標準都做是人 我們香港修法 我們一來我們沒有吃便宜 一來沒有喝酒 三來沒有擲酒 這是良民 如果我們紅燈 每天你就是在接到紅燈 我就發育了 政府你也要提出你的生意 讓我們感受就是你們 你們 你們就有那個生意 所以你們應該有的態度 這是我們全民的共同地下 阿武大哥 你像那個分林的經驗 怎麼建議政府 還是說怎麼要求政府 我還是希望 那個公權力 可以重視所有的環境 和人民的健康 因為我們的經典 經濟發展當中 一定都一直都 很犧牲 很多環境和非常 非常犧牲 很多人的健康 所以喔 我們態度的方法 就是深層的感情 二、三年來 這麼多人 那個 感情死了 他死的進展 還有幾個年 都要受到 很大的痛苦 在家裡的人的感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 怎麼沒辦法 讓那個 有公權力的人 去去感動 這是我覺得 一直想不到的態度 我想我們跟製救會 我們來做這件態度 讓大家知道 如果對地方的傷害 是有多麼大 這個改革絕對不可以 可不容 可不容 謝謝 其實說到最後 大家都說的 都是政府的態度 大家都在背面 政府這麼不靈 就換政府 更不靈 但是我要請教副署長說 從這個態度 我們再回到說 之前 雲林縣政府 地方的議會都已經通過了 縣政府也要照常執行 什麼呢 六清禁燒森美 這其實很卑微的要求 結果這個政策 一決定之後 送到環保署 要去做也許叫被查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政治動作 結果被環保署否決掉 駁回 結果雲林縣政府說沒辦法 環保署他的態度是怎樣 所以我只好繼續發給他 燃煤的這些製造 環保署為什麼要駁回地方的這種要求 環保署不能硬起來嗎 雖然說是 現在我是代表環保署政府議題 但是那個是在前朝時代 把它含告無效 其實我在立法院答覆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就說如果他再送一遍的話 說不定我會努力去爭取 但他結果有不一樣 但是其實我也沒有等到 我曾經私底下也曾經鼓勵說 他要不要去提四線 後來也沒有 但是我必須還是要去強調一下 就是說 中央政府當然他考量範圍會比較廣 第一個呢 人民進不進得起 限電 然後這個執政黨進不進得起 這是第一個當然 在中央政府他會考慮 副署長我打唱 所以你現在是正式對雲林縣縣長 以及雲林縣議會喊話 只要縣長或是縣議會 在民進黨執政的這個時候 再送一次給環保署 就你副署長的立場 你一定會極力爭取 讓六卿盡紹成美 我只是一個 大家不用補長了 我只是一個副署長 這個議題其實很廣泛 但是我個人的態度不會改變 法律上他有權力可以定自治條例 因為這是環保事項 本來就是在地方制度法裡面 十九條就有明定了 但是我剛剛提到的 中央政府他考量的 他的層面裡面 比如剛剛講的 政府他進不進得起限電 第二個 我們國際間 大家很喜歡舉那個歐洲 現在很多國家都宣誓說 他要開始要進美 可是大家看一下 他的進美都是十年到三十年後 都沒有說當下立即進美 所以呢我覺得 我們物質來看 某一個地方 他的環境空氣品質 特別糟糕的時候 他可能需要馬上減 或者馬上進 可以 但是全台灣有沒有可能馬上進 做不到 對不對 因為除非大家要放棄非核家園 巴黎那個法國可以講的 講得很阿薩利啊 可是他不要忘了 還有六十幾%是那個核電啊 我們願意接受嗎 所以這個一定要有完整的論述跟比較 我們不能只看單一一個斷面一個點 這樣子來談事情會很危險 不過講到後來其實最最最大關鍵就是說 當空污危害健康已經成為事實了 我們要如何逼迫政府呢 做更直接更有效的動作 就恐怕要所有的公民有更大的覺醒 今天我們在中華大聲這個大西川 今天我們來台中市東海大學 談一談空氣污染 如何去影響周邊的區域 所謂的總量管制區域的治理 在台中又遇到了什麼困難 非常謝謝您今天收看公視這個空污洲的特別節目 謝謝 謝謝